熊陆队热火这个一不了然 熊陆队之前我就讲过 他本身实力呢 今年得到了就熊陆队上一年的阵容框架而言 算是实质不强 而且呢这个主教练呢 布丹霍尔德呢 对熊陆队整体框架思路里运用的 我感觉也算是与时俱进 对于志姆哥 他适合搭配什么样的阵容框架 在技术赛当中呢 与强敌对抗 我应该记出怎样的应对方案 日渐纯属 你能够看出这个熊陆队的 赛季收管阶段得开始大量的 不那么仰仗大落了 就这个球员这座打技术赛 他也发现了 因为什么呢 熊陆队今天想走得远的话 主要假想的是谁呢 是这个蓝网队 蓝网队说白了 三大明星全都是外线球员 包括凯文多兰特在内 阳哥一声讲 他也是打法风格 有点接近于二三号位 是不是凯文多兰特有点接近 所以呢 熊陆队也算是为季后赛 提前做了一番处备 他了解 这次球队真正想走得远呢 我在第一位 给蓝网队内线造杀伤啊 给对方游起去带来食指威胁 也不能指望大落 大落是个投篮型 相对打法偏软的内线 真说 DV一纯粹硬做的话 遇到夹击 就有点不知所措 而且呢 他本身不是那么擅长这个 现在数字大了 有点角色化了 早些年在蓝网队 哎你还别说他也是蓝网老臣 早些年呢 在蓝网队 所以什么武巨头时代 DV的统治力早已一去不返 所以呢 熊陆队心里也非常清楚 我真说 面对最主要的争冠奖想敌呢 不能指望大落 因此他施压了更多其他的阵容 激动灵活呀 我能够应对对方的大量党裁呀 尤其是这样的党裁发起呀 我得消仿军中勇士 所以现在这个熊陆队呢 也算是师从前辈 以往的火勇大战 成为了不能霍尔泽 知识汲取的 广阔海洋 这是熊陆队嘛 他整体实力还是有提高的 包括这个诸霍勒迪 他的火线注入 等级不算太高 但是呢 得看在谁身边 有时候就这样 一个优质的二当家呀 也不是在谁身边都好死 你比如说这个保罗乔治 在蒙南身边 那怎么讲呢 哪怕是三巨头框架 你也很难说物尽其用 人尽其才 在这个莱安纳德身边呢 那看今天 对不对 莱安纳德能不能给自己长脸呢 如果是在詹姆斯身边 不能说詹姆斯 在说写手保罗乔治 我认为啊 怎么讲呢 你不能说 比他跟农梅哥写手 要更加强势 但是在詹姆斯的调动之下 保罗乔治 我认为这也算是一对极品搭档 这就有点类似于 克莱汤武生搭档 张姆斯的感觉 你得看辅佐谁嘛 诸霍勒迪呢 以往是未得民主 对不对 自己的才华呀 握住了 遇到的是农梅哥 天然呢 就不是独霸一方的诸侯 天然农梅呢 就属于是冲锋陷阵的 这么一种这个先锋官角色 他不是任何领军的 你在一个先锋官角色呢 身边打球啊 你就算说 有二当家挺强的潜力 辅佐的大哥部队吧 现在在这五个身边呢 算是起码呢 德育民主 不见得是真正拥有未来 能够建立一手创建 王朝继业的 这么一种 霸业型人才呀 一方诸侯基本能作为 看这个是否说时代有变呢 这一方诸侯结合天使地人和呀 能否说谋得一线升级 字母格多少是有希望的 所以今年诸侯的敌 来到雄鹿之后呢 也算是如鱼得水 一个是擅长远射 擅长中距离 擅长三分 另一个擅长土破 俩人之间兼容属性 远好于雪木 所以今年雄鹿呢 比去年明显更猛了 球队的战术史误 也更加险近 与时俱进了 打这个热火 我认为不再话下 我判断最终比分呢 有可能是一场学习 最多是四比 我认为热火队啊 不会给这个熊鹿队啊 太多抵抗 不会给太多抵抗 不要感觉年年都好死 通常来讲就这样 打一个顶级超级巨型啊 年年被你同一家熟悉 我怎么这么软呢 看没看到 字母格现在阶段呢 他这样一种气质 这种觉醒呢 打蓝网看没看到 大量的地位区分 我判断打这个热火呢 那你就是铜墙铁壁 我也要往里碰一碰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